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飞飞老师讲英语新概念系列的课堂 那么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课程是 新概念二册的lesson 15 good news 好消息 那么同学们我们英文有一句名言叫做 no news is good news 没有消息便是好消息 那今天的文章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好消息呢 所以大家打开笔记本 打开你的单词本 跟着飞飞老师先一起来看一看本课的new expressions and words 新的词汇和短语 那么第一节生词和短语你准备好了吗 那如果准备好 那我们来看本课的第一个小名词叫做品尝 但是呢不好读 但是这个词的意思很简单 叫做秘书 老板有秘书 现在弄个什么360啊 这种杀毒软件 也像一个小秘书时刻保护你电脑的安全 那这个词英文怎么读呢 我们叫做CRET 跟我再加ary 跟我读一下不一起来 Secretary 再来一遍 Secretary 一起来 Secretary 有些读快一点 Secretary 再来一遍 Secretary 是不是挺拗口的呢 有些都在观察了教材中的后面的音标 发现在呃的方面上面写了一个这个呃的发音 不过它好像写的是邪体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啊 正常的一定要我们读称 Secretary 但是一般人觉得这样 如果咬着舌头 所以一般就把A 视为不存在 所以邪体的时候 可以不读 我们读称 Secretary 再来一遍 Secretary Tree Tree 就行了 不用读称 Tree 再来一遍 Secretary 像这样词 以后也会多次出现 比如谁知道 历史 那个词怎么说来了 它的故事 我们叫He Story 对吧 但我们不能读成History 总还读成History 哪有这么读呢 同学们 一起来 History 再来一遍 History 一起来 History 当然有些人在国外 确实要闻脚子 他要读成History 但是一般都会把那 哦 那个呃 也省掉 一起来 History 再来一遍 History 所以这个呃 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同学们 秘书秘书是干嘛用的 不就是给老板接个私人电话 帮他传带一些机密的事情 替他保密的呀 所以其实秘书里含着一个词 把ary这个人去掉 那这个词不用我说 啥意思啊 秘密啊 这个词咱们最早学了 但这个词注意得翻译起来 Secret 再来一遍 Secret Secret 这个Secretary Secretary 那当然 Secretary 他的工作 the work of Secretary is to keep the secret for his or her boss 为了老板 保密的 那同学们 我们来看 下面一个重点形容词 哥 先给我大声读一下 Nervous 注意V 希望我们上吃 要下吃 一起来 Nervous 再来一遍 Nervous 我们早就了解 OUS结尾 它是个动词名词 还是形容词呢 OUS结尾 肯定是形容词 比我们觉得好吃的 叫 Delicious 你看是不是就是 OUS结尾呢 所以这种 大家几回以后 会见到很多 OUS 那今天一起来 Nervous 再来一遍 Nervous 它的形容词 用的A来表示 啥意思呢 我们叫 紧张的 那老师 这个词 为什么有紧张呢 刚才的Secretary 你说是因为保守秘密 所以我记住了Secret 这次也好办啊 当你把OUS去掉 其实它就是一个名词 当然得补个E 一起来 Nerv 再来一遍 Nerv 我爸爸是个医生 主要看人什么呢 神经方面的病 爸爸这样说 你是个神经病 有病人 你才神经病呢 到后来才知道 其实骂人神经病 神经病不是骂人的 精神病才是骂人 谁没有点神经方面的病啊 你牙疼也是神经方面的病 你头疼 或者心里有的问题 都是神经 精神不正常才是 有人经测自裂啊 有人抑郁症啊 有人自闭啊 自己把自己避了 所以神经病 其实是谁都有的 而来自于神经 一起来 Nerv 当你紧张的时候 无非神经 碰得非常的紧 所以神经紧张 一起来 Nervous 再来一遍 Nervous 这一般指神经的紧张 这一般指神经的紧张 比如什么时候你会神经病紧张 非常的发毛呢 那当然就是面临考试的时候 尤其是单三位背下来 于是你会说 我对明天的考试非常紧张 次组就出现了 对什么什么紧张 我们叫 Be Nervous about something 几次组 Be Nervous about something 我对明天的考试很紧张 他对考试很紧张 He was so nervous about his exams 他是如此紧张 对他的考试 对什么紧张 Be Nervous 如此以至于小词组 So 加熊 他是如此紧张 他的考试 以至于他都 Couldn't sleep 怎么了 他都睡不着觉了 你还对什么事情紧张吗 比如明天就要表演了 我是第一个上场 我很害怕 祝我Everybody Wish me good luck 祝我好运吧 因为我真的对这次表演 很紧张啊 谁还记得 我们上这个学的演出 P开头了 非常的长 但我希望你记住 叫做 PR 怎么拼 IFOR I'm A N C E 还是个可数名词 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Performance 再来一遍 Performance 那造句 I am very nervous about the performance 什么时候啊 明天 Tomorrow 没问题吧 还可以 比如说一般的大型演出 都会紧张 比如需要派你做演讲 你也会紧张啊 因为演讲叫做 Speech 还记得吧 还记得做演讲那个词吗 Make a speech 那于是我对做演讲 这件事很紧张 I am 一起说 Nervous about About是个借词 要么加名词 要么加动名词 Doing I'm nervous about making a speech Tomorrow 没问题吧 如果知道的话 那接着又能问我 老师 那紧张还可以怎么说 它有个同意词 希望以后 现在经济也没有关系 这个词你肯定学过 但你不知道 它居然有紧张不安的意思 你知道什么叫easy吧 容易 那你知道什么叫 uneasy吗 千万别老老 uneasy的意思叫不容易 同一次叫hard 错了 uneasy跟不容易 没有任何的关系 be uneasy about 等于be nervous about 它也叫紧张的 不安的 明天就要考试 我作弊的条都丢了 举个例子 I feel very uneasy 明天我第一个演讲 站在台上 I feel uneasy and nervous I uneasy 强调不安 你真的觉得 挺不容易的 在这样是吗 那个强调 神经都咚咚咚 绷得很紧 那老师 反义词呢 那比如举个例子 那紧张的反义词 不紧张 即时地震了 你被埋在里面 那警察叔叔 消防人怪了以后 他跟你说 别紧张 放松些 你要保持冷静的 冷静的 我都会说吗 当然不是cold的 那个词 这个词 跟我读一下吧 既然学了紧张 不安 干嘛不学他的反义词呢 一起记 跟我读一下 calm 在那边 calm 一起来 calm 而保持冷静 因为就有一个词组 叫keep calm 没人会说保持紧张 而只会用keep calm 或者另外一个系统词 保持还记着吗 呆停留的意思 我们叫stay calm 当你考试前 我希望你要对自己说 保持冷静 保持冷静 I tried to stay calm 什么叫try to do try to do 叫做试着做模式 try to do呢 努力做模式 你还记着吗 我试图保持冷静 在考试前 于是我深呼吸 于是我就对自己说 keep calm keep calm 不紧张 不紧张 其实在精神方面 神经方面 心理学方面 人家说 这种说法是错的 我们要逆袭到而行之 你到考试的时候 你看这样的 你越说不紧张 不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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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会越紧张 你黑天一根走 人家都是羊发毛 你越说不害怕 不害怕 不害怕 碰一个事 就能让你吓死 真的要密切到心智 你知道怎么办吗 一到考试都是紧张 你一定要对自己 这样说 一定要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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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几回你就乐了 当然基本就不紧张了 所以同学们 如果知道这样的话 那当然 我们接着往下来看 下面可是本课的 核心中点动词 先给我读一下 起来 afford 再来一遍 afford 这个动词很有意思 它的意思不叫买 买叫buy 它叫做买得起 负担得起的意思 而且这个动词叫半动词 你知道什么叫半动词吗 就是好比是一个残疾人 他不需要拐过 他单独 他走不了 不需要轮椅 所以这个动词 必须要前面加个看 或者be able to 才能表达买得起的意思 所以希望你一定要记词 就叫can afford 而买不起叫做can't afford 没人说I afford this 只能说I can afford this 你能买得起什么呢 今天我去看到一个自行车 我真喜欢 哎呦 这个自行车都不知道坐在哪里 真刺激 一看肯定很贵吧 怎么也得万八千 结果发现才一千多块钱 我能买得起这辆自行车 因为怎么说呢 一定带来他 I can afford this bicycle I can afford this bicycle 心上是一款手机 真是漂亮 以为一定很贵 后来发现才五十块钱 我也能买得起这个手机 怎么说 I can afford the mobile phone I can afford the mobile phone 同学们后来一发现 这拿手 这不是一塑料的温度计吗 同学们 五十都贵了 后来又出现一个东西 让我看见了 哎 这是哪个地方 不知道咱们学次有没有 菲菲老师有没有这儿的学员 这是云南的三塔次 我说 我可买不起这三座塔 I can't afford them 但是我可以负担得起 去云南的旅游 那怎么说 I can 注意拼鞋 双鞋 I can afford 旅行旅行 来个短图的 I can afford the trip to云南 以前说去到云南 茶马古道 感觉非常的远 对用journey 但现在好像坐飞机 两三个小时就到了 so I can afford the trip 据说云南旅游 也不是特贵啊 所以同学们当然 这个人就容易得 准分禁止吗 想完了旅游 想完了手机 想完了车 我就想 嗯 这房租多少钱 我得买一个 嗯 真不错 虽然说 这是意大利风格的 五千万一套 我说 我可买不起 这个房租 因为怎么说 一起说 I can't afford the house 那买不起的东西多了 比如我还买不起这个呢 哎 当然这就不说了 不是让你买鞋塔 意大利风格 这是哪啊 意大利 我可以去云南游 但是我要去欧洲游据说 怎么也得一两万块钱 你我现在的彩礼 以后赚过了工资 请爸爸妈妈去吧 现在我负担不了这次 长途旅游 怎么说 一起来 I can't afford this 长途旅游折磨你那个journey 如果知道的话 还没有结束 而can't afford和count afford 后面再加 费味动词 你觉得他家土度还是度硬呢 不卖关子了 记此组吧 我们叫can't afford to do something 或者can't afford to do something 这叫做负担得起去做某事 其实负担得起做 就是能承受得了做某事 承受得起做某事 而can't afford to do 叫承受不起做某事 刚才我们说 I can't afford the house 它的意思是 我买不起这房子 那如果你家动词 你就这样说吧 I can't afford to buy the house 我可承受不起买这房子 我以为才挣这么点钱 然后买五千一瓶的房子 我可买不动 那还有什么可以承受 你承受不起呢 瞧这女孩 天天时髦 家里都不安出房 把这厨房改成卫生间了 为什么 天天在外头吃饭 真羡慕 但那这点收入 我就纳闷了 How can she afford to eat out every night 什么意思啊 她怎么能承受得起 天天晚上出去吃呢 后来一看才知道 天天吃麻辣烫 还是可以接受的 那当然咱们也扫个句子吧 哎呀 今年我的钱都花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今年承受不起 去欧洲旅游了 那承受不起做某事 一起来 I can't afford 加土度吧 好 去旅游这个词组 必须要背 旅游来个短读的吧 去欧洲 那我用trip 你还记得去旅游哪个动词吗 继续那个动词 很好 go on a trip 一定要记 或者take a trip 随便说 I can't afford to go on a trip 去哪了 去欧洲会说吗 E-U-R-O-P-E 跟我读一下 Europe 再来一遍 Europe We can't afford to go on a trip in Europe this year 所以其实完美的句子 就是你一个词组 套一个词组 再套一个词组 再套一个词组 而构成的 所以背词组 要比单词重要的多 你就会窝尼他这三个单词 你连不起句子呀 但是你要会 承受得起做某事 而承受得起做某事 别等了 一会儿迟到了 我脑子说 谁敢迟到 刷一星期厕所 你别省得俩钱了 我可承受不了 去继续等公交了 等公交怎么说呀 wait for the bus 所以一起来叫做 I come to for the to wait for a bus 原来不光可以承受的钱 还可以承受得了时间 和承受不了这个时间呀 那同学们 如果知道的话 我们来看 下面一个简单形容词 星期怎么说呀 week 没问题吧 怎么拼啊 w-e-e-k 今天我们看到一个词 跟着发音一模一样 但是那是个形容词 而且跟星期没有任何的关系 千万别记错了 有同学记了这个 往那个 一起来 week 再来一遍 week 一起读 week 形容词 它的意思叫虚弱的 脆弱的 那一个虚弱的老太太怎么说呢 老人叫old woman 那一说再考考你 两个形容词 同时出现 一个是虚弱 一个是老 那同学们 你觉得应该谁 离老太太应该近一点呢 我觉得虚弱这个东西 还是有点毛束 而老是纯属的年龄 应该离了他老太太近吧 所以叫做 a weak old woman 当然反语词 你别看看 你看这小伙子 二十多岁 精神绝朔 强壮的是他的反语词 那个词啊 这最熟悉 叫死壮 死壮的 一起来 strong 再来一遍 strong a strong man and a weak woman 一个强壮的男人 和一个虚弱的女人 跟林黛玉 是的 那当然虚弱有很多的词 除了因为虚弱老太太 还有什么可以虚弱呢 比如 马上就要考试了 我单词能够进口词的时候 I felt weak in the legs felt的原形是 是for 还是feel啊 是摔倒 那个词 感觉啊 注意啊 feel的过去时 叫felt 过去分词 也叫felt 这俩一定得记清楚 我记得我初中老分不清楚 for叫摔倒 过去时钟 fell 不是felt 过去分词就好办了 叫fallen 你千万不要以为 我摔晕了 我摔弱了 不是这意思啊 是我感到很虚弱 在哪啊 腿很虚弱 哆嗦 浑身腿无力啊 在一看 酷都湿了 举个例子 你好了 同学们 当然不光可以腿虚弱 人虚弱 哎 我觉得东西也可以虚弱 什么叫做awake building 哎 不能翻成一个虚弱的大楼了 一个很脆弱的大楼 开发商脱工减料 我去那个 狗 售楼处 人家卖楼的小姐跟我说 先生 快买吧 我们的楼是 意大利风格设计的 五千一瓶 我说挺便宜的呀 后来一看 我的天 这房子都是歪的 真是意大利风格 快买吧 大哥 再不买房子就塌了 举个例子 and this is a weak building 这么脆弱的楼 楼脆脆 我怎么敢买呢 当然呢 这个 今天我看到他了 我也跟他 不熟 但是呢 见面得点个头吧 所以我露出了一个 awake smile 怎么翻译呢 不是说笑得很弱 叫微笑 弱弱的这么一笑 微微的一咧嘴 所以因为那微笑很奇怪啊 那叫做awake smile 那同学们 你只有大笑 他用那个形容词吗 他居然用了这个词 能吓你一跳 叫awake smile 中考完形老考 因为跟中文的四路不一样 微笑叫awake smile 而大笑 什么叫w-i-d wide呀 宽的意思啊 所以宽是宽 老外认为 嘴大 不能用huge 不能用large 他说huge是面积的大 你们家那个桌子小 我们家那边的huge很大 你嘴能说 他有一个大嘴 he has a huge smile 那是人吗 樱桃小口 huge跟煎饼似的 那哪是嘴呢 而真正嘴大老门这么认为的 你看他的嘴很小 樱桃小口 他嘴很大 he has a wide mouth 他有一个宽宽的嘴 从一边到另一边 跟青蛙似的 所以当你嘴一笑 你肯定跟陆飞一路 嘴角往两边理 所以这就是一个大笑了 跟我读一下 a wide smile 在那边 a wide smile 微笑起来 a weak smile 而接下来 他还有一个核心之主 我们再回忆回忆 你还记得我们去学那个 他擅长数学 那擅长是哪个词组吗 我们叫be good at 比如他擅长英语 he is good at english 我擅长数学 I am good at mathematics 他擅长语文 and this boy is good at chinese 那你都能擅长吗 肯定有弱象啊 有些同学偏刻还挺厉害 那在某方面不擅长 怎么说啊 有些同学倒挺聪明 那就be not good at 那我觉得不如用今天这个词 记住不用bad 用的是be weak 而且不用at 他的意思叫在某方面很弱 不就是在某方面很差的意思吗 我英语强 但我数学比较弱 I am weak in mathematics 我体育好 I am good at PE 但是我音乐方面挺差的 I am weak in 在某方面 in music 所以be weak in 是我们常见的词组 叫在某方面很弱 所以先进原语吧 虚弱的脆弱的 翻译词叫strong 如果知道的话 我们来看本课的一个重点动词 要说这个重点 因为这是一个高二才学的动词 现在你就学到了 有些东西还没到初二呢 一起来interrupt 再来一遍 interrupt 什么意思 打断插嘴的意思 我们在初中或小学 应该学了一个打脚 那个词 避开头的 很好 跟我读一下 一起来 bother 再来一遍 bother 他的意思叫打脚 今天学了一个叫打断 有什么区别呢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other and interrupt and interrupt 其实非常的简单 一说你就明白 来看bother的使用 I'm sorry to bother you 对不起 打脚你一下 but could you tell me the way to the station 但是你可以告诉我去车站的路吗 那这时候能不能换成interrupt呢 我觉得 你觉得呢 我觉得可以 为什么 注意什么叫interrupt 它也是打脚 但是它只是通过一种方式来打脚 哪种方式呢 通过插嘴 保证是你正说话 老王 最近猜怎么样啊 这时候我说 对不起 打脚一下 I'm sorry to interrupt 插句嘴啊 我就插一句嘴 你先告诉我那车站能不能 我着急 让你们再聊 这意思 但bother我觉得更万能 插嘴系统打脚 但打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啊 比如我爸爸干活呢 我插不上嘴 我还可以 我给大家先跳舞 倒立 我冲着深舌头 这个我纵火 举个例子 我弄个制造造音 那于是 比如这个造音 打脚我 你到底有interrupt 还是bother 还是都行吗 肯定有bother吧 因为那是插嘴的意思啊 The noise bothers me a lot 那你看 这时候就可以 interrupt 怎么翻译呢 Must you keep interrupting me while I'm speaking 当我一声说话的时候 张嘴的时候 你一定要一直的插嘴吗 老师尽量怎么说 咱们我一声就插嘴 我也不说 你也不说 Must you keep interrupting me while I am speaking 所以同学们 这就是他们的区别了 那来看这句话 用哪个好 还是都行呢 对不起 怎么样 but I need to ask you to come downstairs 但是我需要你下楼一趟 我有个小秘密 I have a secret to share with you 要跟你分享分享 当然 如果你用它行不行啊 也可以吧 那肯定在楼上 你跟谁等聊天呢 或者说你在厕所 跟谁等聊天呢 今天吃什么 吃包子 你还聊着 口水都下来了 我说别聊了 sorry to interrupt 打断各位一下 能下来跟你说个事吗 当然 也可以用sorry to bother 那情况就多了 也可能能让写作业呢 我得说sorry to bother 你先下楼一趟 待会再写 那于是你告诉我 这个题 我该用bother 还是interrupt 还是都行啊 不要打搅你的父亲 当他工作的时候 你用interrupt行吗 当父亲工作的时候 我估计 一般不可能再说话吧 除非爸爸是播音员 那你也进不去啊 所以同学们 打应该是 don't b-o-t-h-e-r 打搅这个动词 一起来 bother don't bother your father when he is working bother somebody 那当然 不要这个说话的人 he will answer the questions later 他之后会有他问题 这演讲呢 你先别插他的嘴 所以答案是 don't interrupt the speaker 那反之想想bother行不行呢 其实也行啊 因为打搅 插嘴不也是打搅的一种吗 能明白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打搅 打断 还记插嘴吧 因为有同学记打断 最后记错了 我打断你的勾腿 I interrupt your leg 没有这么说他 他是通过插话的方式来打断你 所以记插嘴 插话比较好 跟我读一下 interrupt 再来一遍 interrupt 对不起插嘴腿 怎么说呀 sorry to interrupt 记住这个小勾语吧 如果知道的话 那我们来看本课的第二个环节 课文一起学 不过在学课文一起学之前 今天的课文不难 那我们要来看看本课一个小的译法 叫做核心译法系统鞋 直接语语 以间接语语 老师啥叫直接语语 以间接语语 别别别 不要记得概念 说白了就这个 我告诉你什么叫直接语语 就是那个代号上一号了 就是直接语语 就是暗语文 那不代号上一号 转述的就是间接语语 这两个句子 英文怎么表达 就是我们今天的任务 好 看看换成你的笔记本吧 希望你有两个本 一个记单词 一个记笔记 我们来看看 语法部分 非常的简单